说肺癌的高危人群里面 其中有一条就是家族史 就是家里面有人得过肺癌 直系血清 血缘关系的亲戚 有人得过肺癌 那么这就叫做家族史 所以家有了家族史说明 有了遗传背景 也就是通俗的说 就是自己的这个身体 它有某方面的缺陷 当这种缺陷在外阴的作用下 它就容易得病 所以如果有这种遗传倾向性 遗传易感性 或者有家族史的这些人 第一个要重视体检 我们要求45岁以上的 每年要做一个胸部CT 那么就能及时的发现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一定要远离不良的生活习惯 我们经常说 有人就说抽烟 不会得肺癌 因为他们看到有些人抽烟 活了八九十岁 也没得肺癌 所以他们认为抽烟不得肺癌 其实就是活了八九十岁 这些又抽烟的人 他没得肺癌 是因为他的内在太强大了 同俗的说就是解读能力太强了 他虽然暴露在了这个不好的环境下面 但是他有强大的解读能力 但是如果本身就遗传背景 自身有缺陷 那么如果暴露在这些恶性的环境条件下 那他就容易生病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